如梦初醒一般 短铃匆忙从口袋拿出打火机 亮光 有亮光就会好一些了 颤抖的打着火 可是因为紧张 却没能一次打开 正要打第二次 手腕却被猛的一踢 你这个白痴 男人怒喝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这一踢很够力 短铃原本的位置滚了下去 头似乎撞到什么鹰雾之上 又回到了那个地方 冰凉的手触摸到脸颊的时候 短铃的意识开始恍惚 短铃看到了幽冷的灯光 找到了 找到了 那个声音是如此说着 眼睛缓缓地闭上 剩下的 短铃什么也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是在医院里 室内虽然不是阳光满地 却也光亮 空气中弥漫着 浓浓的消毒水味道 看着自己胳膊 吊着点滴 段铃有一丝迷茫 啊 您醒了 头还疼吗 白衣的护士小姐 看到段铃醒了 过来翻了一下她的眼皮 随即笑呵呵地问着 头 段铃轻轻地点了点头 有一点 请再睡一会儿吧 再次醒来之后 段铃开始着手搞清楚 自己晕倒之后的事情 她这才知道 自己去康德原来是自己去的前几天 就因为上层某诊所氧气瓶泄露 遇到灵星火星爆炸而被封了 当时参加同学聚会的几名前康德学员 尽数被埋在瓦砾堆里 可是奇怪的是 搜救人员居然无法营救 随着时间的延长 遇难人员的性命是越发的岌岌可危 段铃想到自己第一次去那黑暗的地方 那个才是真实的吧 人家营救上员的地方 当然会警告自己这个侮辱人士了 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赶快离开 可惜 这么说 自己第二次到的 段铃打了个寒颤 康德当时聚会的老学院名单上 看着索夫的照片 段铃一一认出 那些和自己有着一天师生缘的女生 不过 这照片上 他们不是女生 而是女人了 不过 为何他们会在那个地方 以年轻的样子出现呢 这是段铃百丝不得其解的地方 这场事故 总共死了六个人 如果不是后来被段铃发现了几名 可能死亡人数会更多 段铃于是明白 当时在教室里爬上自己胳膊的冰凉手指 原来是被压在泥石堆中 不被发现的伤员 幸好啊 你当时没有点火 那里氧气密度很大 由于爆炸有密闭 如果当时要点火的话 不要说伤员了 估计 连你也活不成啊 警察这么对自己说着 不过 也幸好氧气密度大 否则这些伤员撑不了多久的 段铃看着围坐在圆桌前的 幸免遇难的几名女士 包括曾经救过自己的关老师 一个个神情漠然 似乎还没从噩梦中醒过来 那天的聚会 竟然是永别 他们中的六个 就这样彻底离开了 段铃想 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不过 他们对段铃的经历过的恐慌 一点印象也没有 所以面对警察的盘问 段铃也是 也这么说的 毕竟自己的经历 怕是说了也没人信 不过让段铃在意的 不是这个 而是 请问司这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木子的男生 和一个叫做张学美的女生 段铃想也不想就问着 可是 警察的回答 却出乎段铃的意料 嗯 现场是有个男生不错 不过 应该也是和你一样 做错了 被埋起来的学生 他上午就出院了 不过女生嘛 你们聚会的人里面 有这个人吗 警察忽然 向园中上康德的众位 就说着 没有 聚会的学生 没有那个人 虽然我们中间 还有一个没到的 可是 也没那两个人 关老师解释着 目光 看向旁边的 前康德学员 没有一个叫张学美的人 也不认识 叫这个名字的人 镇定的 一个女人回答着 段铃心中顿时大害 不过警察 对这个事情 倒是不在乎 特地叫来护士长询问 询问的结果 让众人 又是大吃一惊 张学美啊 啊 有这个人记录 奇怪 那个病人上午就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我居然不知道 奇怪 看我她的护士是谁啊 护士长陷入 自己的迷宫之中 留下笔鲁室的众人 段铃注意到 再上几个女人 神情有轻微的变化 不过警方对这个事情 似乎找不到别的理由 最后安慰一下众人 便放人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 冠老师找她 小段啊 真不好意思 让你一来 遇到这个事情 康德看来要整治 整修一下了 不过请你等待一下 重新开课之后 欢迎你回来上课 点点头 段铃开始往回走 从警察那里 拿回自己的书包 原本干干净净的书包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变得乱七八糟 看来要刷一刷了 而那位莫名出现的室友 自己回去 则会要找他 谈一谈了 站在住处的门口 段铃正正地想 拿出书包 开始找钥匙 正在这个时候 书包里 掉出几样东西 段铃正要弯腰去捡 却忽然发现 掉出的东西 赫然是一本 英国童谣 一面破碎的镜子 还有一本名册 段铃的脸 一下子变得惨白 这些东西在 只能说明 方才自己几乎以为是难刻一梦的事情 全部都是事实 段铃慢慢捡起那些东西 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塞进书包里 拧开门锁 坐进屋里 才发现自己室友已经回来了 那个 谢谢你 自己应该道谢的 如果不是他 当时踢飞自己手中打火机 估计自己现在已经 段铃轻轻打了个寒颤 木子只是轻轻松了耸肩膀 所以早会你说 不要给我添麻烦 男子说完 便卧回床上 开始看书 段铃很想问他一点什么 可是对方背重自己 似乎很不好搭话的样子 段铃只好脱掉外套 爬到上铺 拿出书包里面的东西 一本书 一面镜子 一本名册 是谁放到自己口袋里的 是警察吗 还有那消失的张学美 自己的室友 其实也是很可疑的 教室里那天聚会的 有11名学生 外加一名老师 里面并没有一名 叫张学美的学生 当时警察问及的时候 幸存者这么说的 可是拿起名册 名册上有13名女学生 倒数第二名 赫然是张学美 女孩子笑得软软甜甜 真的 是和自己一样 走错的人吗 盯着名单 视线渐渐上移 嘴上面的第二个 中间的第三个 倒数第三第四的人 都已经没了 剩下的 也圆圆 高新 孟小云 林子言 刘苏 还有就是 并没出现在 学生名单上的 关老师 这份名册 代表了什么呢 段连注意到 最下面一行 自己身友的名字 签写是墨水 明显很新的 可是 其他人签名 却非常陈旧 明显可以看出 是一个彼此 既然这样 能说明什么呢 如果是一份旧的名字 那么 那些人 应该是认识张学美的 可是 自己的身友的名字 为什么 那个 穆斯 我有事 要问你 段连最终 选择开口 下面 没有任何声音 想了想 段连下了楼梯 然后 把名册 递到自己 室友的面前 这一下 效果不错 对方猛的回了头 你怎么有 这个东西的 眉头拧紧 穆斯脸色 变得非常阴沉 警察把收包还给我的时候 收包里发现的 大概是弄错了 盯着名册 穆斯半天没有说话 沉默片刻 忽然把名册 放在腿上 开始撕了起来 喂 你干什么 段连匆忙去抓 不过慢了一拍 对方已经撕下了 自己想撕的部分 写着穆斯 个人资料一览 撕完之后 把名册扔到 段连怀里 穆斯将纸条点燃 扔进垃圾桶 纸条立刻变成灰烬 看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 男人并扔扔的目光 牢牢盯着段连 半晌 轻声说 你惹麻烦了 穆斯只和自己 说了那么一句话 然后便不再开枪 段连心中 像哽了什么 心情莫名地烦躁起来 将东西塞入书包便躺下了 虽然自己遇到一件 非常离奇的事情 可原则上 段连是拒绝把事情 朝非科学方向想象的 也就是说 这世界上没有鬼 有的只是 活人对死者的思念 仅此而已 郁闷中 段连慢慢地睡着 一夜无梦 他没想到 事情 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 就这样结束 所有的一切 只是 事情的开始 是 是 是